Sentango 又叫蟬妖畫 是一種可以令人放鬆身心 舒解壓力 同時加強與大自然之間的連繫 這種藝術不要求參加者有任何藝術基礎 亦都沒有分對錯 只要有紙和筆 就可以隨時隨地地進行 首先 我們要準備一支代真筆 如果沒有的話 可以用普通原子筆就可以了 還有一張畫紙 圓筆 紙筆 不需要準備拆膠 如果你喜歡的話 可以預先用圓筆 張畫紙 畫分成不同的區域 之後 在不同的區域上 畫上你喜歡的圖樣 然後 我們可以找一個舒服的地方坐下 去讓自己放鬆下來 你可以閉上眼睛 做一分鐘的深呼吸練習 去連繫自己的身心 暫時把煩惱放下 之後 我們可以慢慢打開眼睛 欣賞一下四周圍的環境 如果我們身處大自然的話 可以慢慢欣賞一下 觀察一下四周圍的景物 像樹木 樹葉 花蕊 流水的動態 去觀察他們的結構 形態 然後 用簡單的線條 組合成圖樣 在畫紙上勾納出來 專注在當下的每一筆 每一畫 隨心地重複 延展圖樣 我們可以隨時轉動畫紙 以不同的角度重新欣賞 然後再繼續繪畫 直至自己覺得舒服 滿意 就可以繼續下一個步驟 除了靜態的物件 只要我們靜心感受 觀察 尼封 船窩 緩緩的流水 這些具有生命力的景象 透過緩慢輕鬆的不足 也可以變成獨一無二的圖樣 接下來 我們可以嘗試在日常生活中 去找一些規律性的圖樣 像地下的階磚、木紋、天花或屋頂 亦都可以成為繪畫的對象 最後 我們可以用圓筆和紙筆 加上陰影 然後慢慢推開 陰影加在不同的區域 會產生不同的視覺效果 這種無拘無束 不設限的創作 它讓我們在一筆一畫之間 描繪出千變萬化的方式 除了在普通的畫紙上面 我們亦都可以在樹葉上面 地下 不同的畫紙 或者是布料上面 進行繩繪創作 認識了這套簡單的方法之後 我們亦都可以和家人 朋友 一起去分享創作 發現生活中 大自然中美好的景象 身心平靜 在中國的日子 有一個景象 能夠尊敬 都可以變成